一群人来到非洲,想寻求另类的旅行 殊不知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绝望且阴暗的恐怖经历 大家好,欢迎来到全天,我是穷哥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部恐怖求生点《激临物种》 影片开始就展现了美丽原生的非洲风景 从事石油工作的富人杰克和他的家人们乘坐直升飞机来此度假 根本原因是女主想换个地方体验一场从未体验过的受力旅行 所以他们来到了肯尼亚 学习了有自己的一对儿女短发小哥和短发妹 短发妹还带了接着男友比例 五人来到了前台帮里露宙 发现俊勒们正压顺着非洲不略的人们打算进行处决 看来这里对宾位物种的保护还是很严格的 拿到事先定制的旅行车捷克大事所望 自己明明定的可是奔驰级观光车 而眼前的却是平平无奇的面包车 甚至空调也坏了 工作人则表示这是他们大潮雨里面最豪华的一辆了 孩子们则表现得很信奉 无奈捷克只好路向随手 驱车前往住所了 在路上他们看到了可爱的斑马在试一奔跑 比起酒居的城市生活 这确实让一家人心血落狂 等到达住所 园内的工作人都十分的热情 说实话这种相宜生活让人还是很憧憬的 酒店内的房屋也不止得很温馨 患有糖尿病的女主 按照日常操作注射了一岛树 而此时的捷克抱怨这里连无线网络都没有 并且对女儿的男友比例很不满意 认为他一直在教坏女儿 而等捷克去洗漱时 女主偷偷的翻看了捷克的手机 一开始我以为是出轨的剧情 结果却是工作上的问题 原来捷克由于工作失误被暂时停止了 得知此时的女主申请了质问捷克 为什么不告诉自己 捷克说他希望女主可以好好的享受这个假期 工作上的事情等到旅行结束后再去解决 于是两人重归于好 另外变三个孩子可没有独立的房间 只好共处一室 等到晚上短发小哥和捷克进行体能训练 短发妹和比利则望着满天星空 愉悦地去参加酒店的露天聚会 远处传来了各类度的鸣叫 游客们都十分气地聆听着大自然的声音 而此时在篝火旁边突然传来了吵杂的声音 原来是一只野狼侵入该地但好在没有袭击其他人 文迅感恩的工作人员小黑耐心地解释道 一只狼出现不要紧 成群的狼才会产生危险 于是猪狼没有把这个小插曲当成危险的警示 继续做了去了 一群狼跟随着当地人一起跳舞十分开心 等到第二天他们打算开启受力之旅 但就在启程之前 工作人员小黑似乎有话需要单独和捷克沟通 原来由于听词 预算不够的捷克在旅行开始前就取消了 以外受力的项目 而现在如果要参加就必须补足这项目的费用 捷克并没有打算付费 但又不想破坏家人们的性质 于是欺骗家人 他们将会开启一个特别的旅程 就是不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自主进行探选 捷克用华丽的还言包裹了这次没有经费的活动 一群狼甚至对面担心任何安全问题 信奉地开着他们的小黄车出发了 在经过Sophie战时 他们再次看到的警察们又抓了不少非法捕猎者 而其中一个想趁机逃跑 捷克此时趁着混乱 加速离开了Sophie战 虽然用他的话说是想要体验一下吃惊 但其实大部分人是因为没有钱 放飞自我的一群狼 驶入了辽阔的大草原 但捷克直接无视了指示牌 驶入到禁区 在途中 他们看到了一个挂在树上的动物尸体 以为只是大只能生存的规则 为做理会 再接下来儿子请求老弟的捷克让自己尝试开车 而女主也如他所愿看到了犀牛 甚至还有可爱的犀牛宝宝 正当女主尽情拍摄时 一行能感觉到犀牛似乎要发动攻击 打算立即撤离 但短发小哥由于是新手事迹 再加上过度紧张 没能将车子发动 这时候感叹车子还是自动的方便 而新牛此时突然向大家冲去 凶猛的撞击车头 捷克算是爬到了主驾 企图开车离开 但没有想到新牛直接闪到了旁车 对着驾驶是不停的撞击 以一己之力将车推放 然后离去 转能稳定了下来 发现危险暂时消除 可捷克由于撞击腿部受伤 女主立刻用湿巾包扎出血的部位 短发妹也由于撞击 强在了车内 好在女主有从业经验 顺利的解救了女王 此时他们下车查看 车辆已经清发 助人的手机都没有信号 捷克说会有人发现 他们没有回去 但实际上 由于直接穿过收费帐 根本没有登记 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更加令人绝望的是 女主的身体开始不适 而学生学到的胰岛兽 也在撞击中全部睡脸 如果不及时进行注射的话 女主就会在八个小时后昏迷 这是极度危险的 本来她想喝点水缓解一下 发现当初为了环保 而没有带塑料瓶的矿泉水 玻璃瓶全部睡成了玻璃渣 就在助人一筹莫涨时 危险也悄悄降临 猎狗出现在他们的视野内 比利企图用威后吓走他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的威后确实劝退了这一只 而随后从丛林里面冒出了一对猎狗 助人进撞赶马躲进了车内 等到车外消停后 短霸妹却和捷克发生了争扎 毕竟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 仍难免会有焦虑的情绪 但现在确实不是争处的时间 为了解决女主的胰岛树问题 捷克打算爬上远处的山峰 到达山顶 没准手机就有信号 大家就会得救 但自己现在受伤 于是这个重乱就交给了儿子和比利 聪明的比利沿途做的标记 两人顺利的来到了山顶 可手机在这里仍然没有信号 然而短发小哥似乎发现了远处的小木屋 正当两人正在讨论之际 一只报纸直面扑向了比利 场面过于恐怖 短发小哥健壮吓得逃跑 后都是比利痛苦的声音 由于几秒后 他追踪还是拿取了目光 打算回头营救 结果却发现只剩下一滩血迹 短发小哥呼喊了许久 但无人回应 于是只好一路顺着比利做的标记 逃回了车内 而听到这个消息的短发妹 难过的跑出去想寻找比利 捷克立马追的出去 因为外面十分的危险 通过两人之间的对话 我们才知道 原来捷克并不是短发妹的亲生父亲 捷克劝说了很久 最终两人和姐回到了车盘 发现先前攻击他们的猎狗 竟然围在车盘 好在一群龙都没有受伤 而消失的比利呢 我原以为被豹子给撕碎了 结果并没有 奄奄一群的比利醒来后 发现自己被吊在树上 豹子就在身侧修行 于是比利就打算逃跑 刚一顿坛就被豹子给发现 最小的大树 好在豹子跑掉了 并没有继续攻击自己 另外一遍 决定不在原地等待 这样的短发小哥 打算带领佳龙去自己 先前发现的小木屋 虽然不确定那个木屋是否存在 但现在毕竟是一群龙唯一的希望 而从树上最小的比利 摇晃得支撑着自己 他走回了车子所在的位置 发现其他人早已经离去 没有办法对一切位置的比利 只好躲在了车内 与此同时 杰克一群龙在寻找木的路上 发现一开始 主动攻击了大犀牛的尸体 原来可恶的受力者 将犀牛脚残冷割下 并杀死了他 犀牛的尸体被参与围绕 而他的孩子那头小犀牛 躲在一旁乌业者 女主愚心不冷 但自己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毕竟自己的命都快拔不住了 世人继续前行 但命运似乎在捉弄他们 躲在车内的比利 等来了路过的人 成功获救了 而继续前行的世人 又遇到了主案 女主的体力渐渐不至 而世人必须跨越河流 才能到达对面 但此时的他们又发现 之前那群野狼 一直在偷偷地跟踪自己 世人被猎狗围攻到角落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有人出现了 原以为得救了 但事实并不像想象那么顺利 被解救的世人 跟着他们来到了营地 短发妹也渐渐发现 这群野狼的来头 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原来这群野独在于此 并不是好心的救援队 而是常人的非法捕猎种 女主由于身体恶化 已经昏迷了过去 发现真相的伤人 也被绑了起来 在此机械 杰扣和自己的族女 终于护俗中长 趁机将绑着自己的绳索 给勾断了 打算先行踏跑 吸引这群人的助影 而短发妹和短发小购 此时趁着四侠五郎 带着女主上了吉普车 但这辆车子发动起来 十分的困难 短发妹不停的在尝试 另外一边 受力者都跑去追捷克了 孤立无怨 根本多不过他们的捷克 最终被残狼杀害 而等到受力者回到营地 发现短发妹上了 正在企图踏跑 好在最后时刻 短发妹成功发动了吉普车 向云处死去 捕猎者阿力赶紧追上前去 大概是已经知晓了捷克死了 短发妹的怒火达到了顶峰 在行驶的过程中 发疯似的撞进驱赶的捕猎者 成功逼退了对方 使其拐路岔道之中 这时满身学际的阿力 摇晃得下了车 发现自己周边断搜了猎狗 看来坏了 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 开心不已的短发妹继续行驶 但她发现 身后还有很多受力者的车子 在穷追不少 于是只好先拐路一旁 熄灭大灯 希望不要被他们给发现 而在这纯受力者 靠近自己的时候 奇迹出现了 原来是先前被解救的比利 带着警察找到的他们 警察与受力者 展开了一方枪杖 聚重顺利的解救的士郎 短发妹和比利也终于团圆 可注射胰岛树醒来的女主 才得知捷克所做的一切 流下的眼泪 影片的最后 恢复好身体的士郎 准备离开这里 却惊喜地发现 当地政府为了经历捷克 将之前流离失所的小信流 让那些珍贵的兄弟们 在政府的抗馆下成长 再也不会被那些 利益猩猩的不利者 残忍杀害 这些部唤醒人类 环保知情的影片 正如那句话所说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 我们人类和动物 都有自己生活的家园 本就不应该相互干涉 而是彼此成就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你都看到这里了 不给个三年是不是很残忍 这样的话我真的会离开